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 FRIAN 升級調酒教學 今集和大家分享的是 這瓶BBR的London Dry Gin Berry Brothers & Rudd 是一間英國非常古老的葡萄酒 和烈酒的酒廂 他們在1698年的時候 就在洛洛的聖尖時街 有自己的店舖 賣一些酒給不同的客人 Ginnifer Berry 當然會有Ginnifer Berry 此外還有芫荽籽 冬菊 和冬香薄荷 它的香味充滿著稻松子的香氣 還有帶點紫羅蘭花 偏向比較輕輕 甘甘甜甜的味道 就這麼簡單可以用它來做Ginn & Tonic 已經相當好喝了 現今的Tonic Water 其實越來越出很多不同的新口味 包括有這個我很喜歡的牌子 FIVA 3 FIVA 3這個牌子 其實是在2004年的時候 是由Teele 和Charlis 創辦出來的 當時他們為了尋找更好的味道 然後他們四處去旅行去研究 去找一些更加適合他們的材料 做出了他們的FIVA 3 Tonic Water 金黃色就是Indian Tonic Water 它裡面採用了光果天液的 Queenie 即是灰靈 所有的Tonic Water裡面都會有的 除此之外還有用了墨西哥的Bitter Orange 所以它就帶了一點甘甘的香味 另外橙橙粉紅色的Aromatic Tonic Water 它裡面就加了一些豆蔻 薑 來自馬特拉斯加的雲尼納 還有亞馬加的Pramental Berries 即是一些多香果的醬果 它帶一點甜甜的 又帶一些果香的味道 當我們用它去做一個Gin and Tonic 的時候 風味也相當不一樣 還有它帶一點粉紅的顏色 好馬上為大家示範最簡單處理的Gin and Tonic 首先我們需要BBR的Dry Gin 50毫升 其實酒的多少和Tonic的多少 就視乎酒的香味和Tonic Water的香味上的比例 FIVA 3它標榜說 四分之三去混合Gin 就非常好喝 所以今天我們將它放四分三的比例 即是說剛才我放了50毫升 即是這個就放150毫升 然後我們輕輕 攪拌 Indian Tonic 那一款 我放橙皮 波河葉 Aromatic Tonic 那一款 然後我就放稻松子 菠蘿乾 竹葉做裝飾 好然後我要做多一個簡單的雞味酒 叫做Gimlet 同樣一樣我們放了BBR的Gin 50毫升 接著超級市場有的青檸 半隻 Sugar Serum 同樣我們先放10毫升 攪拌試味 加冰給Shaking 我比較喜歡喝濃 所以Shaking的時間比較短 速度就快一點 簡單完成 好 點子冰冰是這個 還是第一個 聞到薄荷的香氣橙香配合 正 試一下 比較來得 柔和 舒服 甘甘的又不會去到苦 然後有些橙香涼快的感覺 嗯 這個 Berry Brothers & Rut 的London Dry Gin 配合這個 Indian Tonic 簡單清索 容易舒服 去享用 可能一些比較 女孩子 啊 平常少喝的Gin 都可以試一下 而且剛才那個比例 一份Gin 大約三份 就是一個Tonic Water 其實都相當不錯 旁邊這個就是 FIFA 3的Arometric Tonic 加上這個BBR的Gin 在裏面 都是本身當然有Gin的味道 然後帶少許 甘甘的味道 也有本身Tonic的特性 但它裏面多了的東西 就比較 複雜性比較強一點點 還有帶少許甘得來之外 有輕輕的微甜的甜度 還有浸了菠蘿乾下去 所以它就有些果香醇的表達 這個就比剛才說的 可能如果你追求 多一點點想試一下 不同的變化 複雜性 強烈一點點 可以試一下這個 這個也很有用 最後一個 一個Shaking 的Cocktail 就是Gimlet 來回多些濃郁的Gin的香味 因為始終它混合的東西 都是青檸汁 和少許糖 去加少許甜酸的平衡 在裡面 所以喝到這支Gin的個性 的感覺比較多 這兩杯就來得 酒感比較輕鬆一點點 還有 就很明顯喝了一些 Citrus 一些香味在裡面 如果你是喜愛 喜歡一些 酒感濃一點點 可能這個Gimlet 又容易做 又適合你 今集就到這裡了 買了回去的朋友 記得試一下 還有兩支Tonic 還給你 還未買? 還未買快點買 哪裏有? 在益星 如果需要調酒工具的 有我們Fred Iron Store 記得訂閱我們 Fred Iron 調酒工作室的教學頻道 有什麼問題歡迎 隨時留言給我們 有什麼想看 有什麼想知道 下集再見 拜拜